歡迎收看本週的KISS一把趙芝 發燒排行榜 小龍年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現在要發紅包了 沒錯 我們今天委員要發紅包嗎 好來來來 來自己吃 害羞 真的嗎 對呀 好啦來發紅包 來新年快樂 空的紅包 我也要 我剛剛裡面是什麼 我這裡面抽到的是 待會可以學法文課 好差的禮物啊 那我再把它黏回去吧 好 沒錯 但是這樣子感覺實在是有點像這個 乞丐 就是補丁 我剛才嘲笑說你怎麼穿的補丁裝 對啊我是蓋方的幫主來了 沒有是新年快樂嘛 這個是一個外星的生物 這個是來自於火星的對不對 對對對 非常好吃的 我們從客戶送我們的這個 就是吉祥 就是什麼呢 吉祥的村內 對對對 我們把它拿來就是想過年要到了嘛 福到福 我們還有很多 所以還跟我們說去 好啦大家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然後我們要說一句吉祥話好不好 好啊 因為今天就是我們跟Peggy第一次搭檔 然後我們什麼都沒有告訴他幹什麼 是的 好所以我先嗎 嗯 好 好啦我先好了啦 蛇來運轉啦 什麼都不怕 好 你趕過分自己都準備好了 那我就要念我的春臉了 福至人間福滿堂 我們祝大家福滿堂 耶 那我就祝大家 你不是也有一個現場嗎 對 那我來念一下 好 看一下喔 春回大地醒門 讚啦 沒錯 而且我們可以爆料嗎 因為這太好笑了 剛才在Standby的時候 我們Peggy很可愛 她就在那邊唸這個春蓮 她就說春唸大地 因為這樣看真的很像麵 她上面裡面還有那個 有沒有兩盒 兩盒 我對她上一次寫錯了 沒關係 她可能要祝大家春風滿面 好那我來念橫批了 好 吉祥宏韻萬事成啊 哇 讓你們大家有看KISS 一把就很吉利 沒看著就 是的 完全沒有接不下去 沒錯 好不管怎麼樣 就是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都是心想事成 沒錯 然後什麼都很順利 什麼都精彩 好 讚 好那本週的我們要來看到 有一些新進榜的專輯喔 對 好就有我們的可愛的小Peggy 來幫大家揭曉吧 好的 首先我們要先看到第十九 掉下來 天啊 這是小宇宙嗎 請說請說 請繼續說 那我們就來看到 新進榜的是 先看十九迷 來自小宇宙的I NEED YOU 好來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 他們是周董對不對 周杰倫 周杰倫 是的 然後就是有那個小麥 就是我的麥不是買當勞的麥 那個麥真偉小麥 還有之前南全媽媽的宇豪 以及就是周董也是他的子弟兵 Joy 所以就組成了小宇宙 就是取他們名字的其中一個字 而且那個周杰倫幫他們 這很有含義的 如果我們三個要取什麼好呢 嗯 我來看看 T W K 好像有點 感覺就是不會紅的一個團體 沒錯 那一隻很老實 因為那一隻太難了 對對對 我們再好好想一個順口的 因為取你自己也很重要 是的 好小宇宙他們的新歌 叫做I NEED YOU 這一首對不對 好也一進榜 就來到第十九名的部分 厲害喔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他 來吧 接下來這個呢 就是來自於馬來西亞的歌手 然後呢 很多 來自於馬來西亞的歌手 他們就是 非常的希望能夠來到台灣發片 所以蘇瑩芝她也很開心 然後這次來到台灣 帶來她的新專輯 名稱叫做幸福就好啦 一進忙就來到了十七名 也是非常厲害 而且長得很漂亮耶 哇很漂亮耶 有混血美女的感覺 而且你知道就是她發那個 她的歌曲搭配了偶像劇 就有 我們的聽眾就說 聽了之後想到我前男友 心情好差 哇 所以她的歌聲就是 也有渲染力的意思 好蘇瑩芝她的新歌呢 幸福就好 恭喜蘇瑩芝 一進忙就來到十七名了 再來呢 這一個 就是由佩儀來介紹了 大家可以猜猜看她是誰呢 就是她造型上有很大的改變 超大突破 她到最後還想說是哪位韓國型男 一開始的時候 我還想說是陳毅勳嗎 還是方大 陳選方大 頭髮比較多的陳毅勳 對方大同有 她就是我們的蕭煌芹 是 今年發行了她的國語專輯 好好先生 而且她這張專裡面 有很多的蝴蝶鞋的元素在裡面 喔 你有注意到這個語彙是不是 流行的語彙在當中嗎 我是不是很配事 有秀一下好了 太棒了 而且是要點點的嗎 她這個是千鳥 這叫千鳥格 千鳥文 她還有很多種 像她的專輯裡面 都有很多的 這邊還有這個蝴蝶結的元素 有沒有 我覺得男生好像別上這個啾啾之後 就會感覺好像是Gentleman 而且年輕過了好幾十歲的感覺 那我是不是也要來點一個呢 我馬上就是送你新年禮物 好 那馬上綁一個 對 那我就回到十歲了 是的 這是蕭煌芹在2013年的新作品 新專輯 好好先生 一進榜就來到了第七名 非常厲害 真是很厲害 而且她的歌詞也就要好好聽喔 對 對啊 所以要推薦給大家 好 恭喜蕭煌芹喔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我們的冠軍的部分 拍不到冠軍啦 是的 我們是一次在畫圈圈 喔 周杰倫 又是她 again again and again 記得她進榜已經來了五周了耶 非常厲害 培見的單曲就是公公天頭痛 超快的那首六周 而且其實就是我們兩個 大概她第一次進榜 我們就講學校的練習公公天頭痛 那講得現在都還沒有 那就直接來囉 好啦 你也要講過去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 對對對 公公偏頭痛 可是你知道她最新有了一支強打的叫烏測蒂蒂 有有有 墾丁拍的 完全看不出來 好像異國海灘的 哇 這就跟少年拍是在墾丁拍也是 對對對 可是我是找不到哪個湯姓 對啊 我在偷偷告訴你 這是我們的秘密基地 OK 喔 真的嗎 好 那節目最後我們是不是就是 有分享過年要去哪裡的 好 對 因為我們這次要就是看的時候已經是過年了 對 好 我呢就是 欸你們難道不會覺得就是年假放這麼多天 因為我大概有一半都要回去奶奶家了 我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因為我是一個少順的女孩子 所以我才是會回奶奶家的 當然 你的阿公媽媽點選片子一把照 看到我說這種大逆不道的話 所以你就是回奶奶家 對 我本來是想說想要出國去走走 哇 哪裡 本來 本來 本來啦 對 想說去就是韓國啊 或者是香港也好 比較近嘛 這樣 好 那就好明年了 對我一提議就被我媽打 被我媽就是 打槍 打槍 對 好那Peggy呢 因為我的假就是排得比較晚 是 對 一開始都會待在家裡去 好好休息 其實我也差不多 真的嗎 你不是你也要出國嗎 哈哈 但是因為我們都有 本來鬼人有盡要出國啦 對啊 因為他家才買唱的 我們都有特別節目啦 對 沒錯 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提前我們聽眾朋友喔 就是要準時鎖定 而且新年期間 KissRadio的節目又有大風吹了 沒錯 是大洗牌了 對 吹什麼呢 吹 Peggy在大年初三早上六點 我在大年初一初二早上六點 我只是在初五初六 我是初五的早上跟初六的下午 所以請大家如果 就是看你想要聽這個時段 但是一整天都要收聽KissRadio 但如果你要特別的聽Peggy或者Kiki的話呢 六十 所以一定要早起 對 而且我們大概四點多就要起床了吧 我現在我完全不敢想像這個事情 我想我應該在這邊就是露宿街頭了 我就直接睡覺知你會如何 對 直接睡覺小沙發呀 這樣比較好啊 這樣就是有那個新年新氣象 要早點起床 氣象是在哪裡 因為大家只看日出的 好加油了 我們只能跟你說 所以有什麼樣的節目表 就是可以上到我們KissRadio的官網 然後我們的節目表 或者是連出粉絲團上面都有 而且我們還有很多就是像你如果想知道 蛇年的運勢啊 或者是誰的財運愛情運比較好 我們也都有小單元 對我們有分生肖分星座 我都有製作那個蛇年的運勢在我們身部當中 特別版 我好像沒有運氣非常的旺 我感到很傷心 真的 放心了OK的 獅子座 而且我們在過一期間還有我們的那個新DJ 哇很多歌手耶 而且蕭航旗也有 蕭航旗也有 沒錯 有什麼 大家來一起過年 是都在晚上喔 所以如果大家吃完年夜飯之後 一定要打開KissRadio好不好 邊聽KissRadio邊 KissRadio邊圍爐 KissRadio邊圍爐 好啦最後我們要祝大家 新年快樂 下次見了 拜拜